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不能上了 已经拍了的单改剧要改 正在拍的单改剧就要改成言情 没拍的单改剧就别拍了 那么这样的话 已经播出并火了的单改剧演员 肯定是最后赢家了 他们吃到了最后的红利 那为什么说龚俊会是最后赢家呢 第一是因为和他同期出来的那个演员已经凉了 没有人会和他抢资源 他会得到两个人的资源 二是因为之前的清朗行动 和他竞争的王一博和肖战 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竞争压力小了 王一博拍了一个冰与火 一直过不了审 陈秦令之后 除了一个乡边挂戒铺接油斐 就什么剧也没有了 接下来还不知道有没有戏拍 毕竟才刚刚被赵丽颖的野蛮生长退货了 另外 他最近还因为撸铁变丑了 西瓜真的想大声喊 爱豆型的艺人就不要撸铁了 撸铁很丑的 脖子变粗 颜值下跌 伯伯你啥时候能回到那个意气风发的滑板少年 肖战 这次新朗行动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 他的流量大 粉丝不稳定性高 现在官方偏方都不敢用他 怕出事 前不久 他提前一个月定档的余生请多指教 就被无缘无故撤当了 这说明以后他播剧 尤其是上新剧 都会比较困难了 而龚俊不一样 流量一般 刚刚好 走的也是演员路子 可以拍剧 以后的资源是会越来越好 现在正在和女顶流迪丽热巴拍摄安乐传 这部剧制作精良 双方又都是大流量 看好要报 接下来 他还要和钟楚希合作 我要逆风去 爱奇艺的重点剧集 真的是未来可期呀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单改成绝唱 肖战 王一博 龚俊 朱一龙 白宇 谁是最后的赢家 9月16日 广电总局再一次召开会议 坚决抵制单改 全网主流媒体齐发声 单改剧恐怕以后都上不了了 拍完的单改剧得删减 比如张公暗就改名为君子盟 走无CP双男主的路线 没拍完的单改剧 像吉星高照 恐怕就是要重拍 改成言情剧 两男争一女 没拍的单改剧 就原地解散 那在这种情况下 已经播出剧的单改男演员 谁会笑到最后呢 1.肖战 肖战作为最有代表性的单改男演员 他是最危险的 他的流量太大 粉丝太不稳定 属于风险艺人 前不久 他提前一个月定档的 余生请多指教 就在开播前两天被无故撤档了 他的剧现在是上星难度太大 估计只能继续拍网剧了 比如刚刚杀青的玉古瑶 腾讯的一堆IP都等着他去拍呢 2.王一博 和肖战一起出来的王一博 情况也很危险 他的问题是以后可能没啥剧拍了 本来他就是一直演一些二番配角 陈秦令走红以后 竟然没有一部单主的剧 最让粉丝期待的冰与火 也因为题材原因迟迟不过审 估计以后也悬 而船和赵丽颖二搭的野蛮生长也凉了 这些虽然要命 但不是最致命的 最致命的是他因为撸铁 颜值急剧下滑 现在是脖子粗脸黑丑 3.朱一龙 朱一龙现在已经糊得没边了 要不是呱呱今天盘点 都要忘了有这号人了 震魂以后 他的剧都播出频频 反响一般 他现在走的是实力派的路线 正在上映的电影暴风 决定了他日后的路 要是扑了 估计也要凉 4.白羽 白羽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 演技一般流量也低 但偏偏有各种好资源 虽然都扑街 他主演刚刚播出的乔家的儿女 是正午历年最扑 收视网 收视网播 齐齐凉凉 5.龚俊 作为最后一个单改演员 龚俊占尽了天时地利 和他一起的那位演员已经凉了 没有人和他抢资源了 而他本人虽然演技一般 但胜在身高长相都够 有酥感 最近在和女鼎流 迪丽热巴拍摄《安乐传》 从路透来看 制作相当精良 目测要火 再来看看 官方点名批评单改 日后恐再难出流量 龚俊或成为最后的赢家 娱乐圈最近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可以说是较大的丑闻 当然 官方也看在眼里 已经下令对当前的现象进行整改 不仅要求艺人们自查 而且也采取了重拳出击的措施 对于影视圈的部分作品题材 也进行了打压 其中 单改剧被官方点名批评 最近在网上也引发了较多热议 很多网友可能对单改剧 这个名字还不熟悉 其实通俗来讲就是由小说改编的网剧 大家都知道 有些小说的剧情扯得很厉害 甚至还有些双男主同性恋的角色 如果不制止这种作品的泛滥 可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激情审美 问题相当严重 其实 双男主的单改作品并不算多 比较出名的也就是《陈情令》和《正魂》 后来又出现了《山河令》与《上瘾》 在娱乐圈众多经典作品中 这只是很小一部分 以上四部作品 可以说是捧红了八位男演员 通过剧中角色走红后 他们又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 现在王一博和肖战 可以称得上是顶流艺人 然后 在娱乐圈长期扎根 只凭见单改剧是完全不够的 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特色 转型成为专业演员 才能为以后的发展铺好基石 这种题材的影视作品 比较受年轻群体的追捧 而且也被称为财富密码 这些粉丝群体热爱在网络上发表言论 而且也舍得为偶像花钱 不管是投票活动还是后援会 其实都需要依靠粉丝 正是因为如此 单改剧的粉丝们 才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商业价值 如今 这种题材的作品被压制 往后想要重回巅峰时期 恐怕是非常难的 在网络上有传言 而且还剩下最后一个单改剧流量主 那就是龚俊 他爆火的时间段 正好赶上了国家政策 因此 基本上没有了竞争对手 加上龚俊 其实本身热度并不大 所以之前也并没有什么存在感 如今他就算唱一首歌 都会成为个人特点 引发话题讨论 很多人都说龚俊运气好 虽然有运气的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 龚俊本人之前就非常低调 不易被盯上他 没有急功近利 也不是一爆红 就立刻参与各种节目捞金 这样的行为 反而更受大家喜欢 相比较龚俊而言 与他同期的张哲瀚 就是反面教材 如果他只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为了虔诚而奋斗 网友们就算想挑刺 也找不出黑点 其实 自从张哲瀚事件开始发酵 免不了也有网友 对龚俊的过去考古扒皮 不过他做事坦荡 其身构正 丝毫不用担心 外界会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 很多明星和网红在爆红之后 完全不顾专业发展 反而走上了带货的道路 像龚俊这样的艺人 一直兢兢业业 一个人的生活态度 与选择不同 得到的结局 自然也不一样 好 好 好